继续我们要带你来看到在670年代 我国历届参与亚运奥运田径项目 并且拿下家机的选手当中 发现八到九成都是阿美族选手的天下 从1963年洋传广创下世界十项运动记录开始 不论是100公尺 200公尺还是400公尺的跨栏 打破亚洲田径赛甚至是创下全国记录的选手 几乎都是阿美族的运动前辈 而根据研究显示 阿美族人在田径赛优秀的表现 很可能是跟带有米田宝血型有关系 除了二氧化碳代谢能力比一般人快上许多之外 带有米田宝的血球强度和酸碱度的缓冲能力 也比一般人强上许多 因此研究推论 这很可能是阿美族人的运动能力 比一般人表现优秀的主要原因 我发现田径部分可能都是在阿美族比较多数 我们以前辈亚床馆前辈 到历届的亚印 奥运之类 几乎百分之八十九十都是原住民的阿美族为天下 尤其在短跑部分 像洋船馆在1963年的时候 实际上破世界纪录 第一个项目是100公尺 洋船馆以17的成绩获得1034分 在跳远的项目中 洋船馆的成绩是23尺六幼四分之一寸 获得842分 洋船馆要把杆子升到1米92 跳过去了 获得930分 要命的铁饼 洋船馆最好的成绩是134.6尺六百五十四分 洋船馆有打破世界十项运动记录的雄心 能否破九千分大关 端靠逞干跳的表现 这项运动的成绩是15尺 十有二分之一寸 获得1515分 这是十项运动中最高的计分标准 洋船馆是历史上 陈干跳跳过16英尺的唯一的十项运动明星 十项总计9,121分 他忠于创造令人难以置信的世界十项运动记录 从洋船馆到我们现在为止 祈福阿美族的短跨跳都是占优势 尤其在奥运亚印会中可以统计出来 反正是八九十都是由阿美族来统治这个快速啊 或是包含力的运动 国内很多啊就是古金水啊 也叫做郑兴福啊 李国生啊 他几乎都是阿美族 就短跨的 这李国生 都是国内当时的一百两百的挺呱呱呱呢 就是不是第一就第二 像甚至一破全国记录的陈天文 这个也是他也是 牙锦赛也是铜牌跟我一样铜牌 他破全国 他目前是我这一项的全国记录 为什么都是阿美族的这些一两百公尺都是强项 我认为可以所谓的基因问题吧 1983年第五届亚洲田径赛在科威特举行 林郑志理事长代表中华队参加田径赛 400公尺跨栏获得铜牌 当年他以51秒09的成绩打破全国记录 我那时候背歌以后 亚洲田径赛 对 所以你的第三名 铜牌破全国记录的时候 六七年代五敌手 就是没跑没金牌 参加亚洲的参加一些国际赛 几乎没有输过 你这样大概训练多久才会有这样的成绩 训练的过程将近要七八年 你这个记录维持多久 我这个记录在亚洲背田径赛第五届 也维持了13年 林郑志理事长表示 他是在1983年 参加亚运在科威特 创下全国四百公尺跨栏的记录 这个记录维持了13年之后 又被来自台东的阿米族人打破新的记录 13年过后 我们阿米族有一个叫陈天文 也是阿米族 也是破我们我的记录 为什么都是阿米族的这些一两百公尺都是强项 他对短胯的 然后肌肉心态 脚长 粗壮 其实都是阿米族的优势比较多 所以你认为是因为身材的关系 还有腿长 身材高 所以爆发力又强 我统计尤其在短胯部分就是敏捷性强 他的阿米族本来就对敏捷性的东西 就稍微强 比家族强很多 难道只想说阿米族的身高 体重有困性吗 难道不会想别的东西吗 我想一些某种因素上可能 阿米族比其他族的那种基因可能会 多出所谓的爆发力型的东西 在内 我想应该是有 不然的话 其实80 90都是阿米族从事这个 短跑项目的运动 如果能够快速排却代谢物 然后快速获得氧气 然后提升我们能量代谢系统的能力 那这个人的运动能力就会被提升 红血球它是一个圆盘状 红血球它是一个圆盘状 从上面来看它独立存在的 就像这个图一样 正常的红血球是圆圆盘盘 它高水油缩的时候它就会形成缩形 形成缩形的时候呢 它基本上血液的粘度就下降 血液的顺畅性就变高 所以为什么红血球的形变能力啊 是跟运动的能力表现是好的 王忠贤教授表示 红血球扮演两个重要角色 除了吸带氧气跟排除二氧化碳之外 血流的加速改变 血液的粘度减少 红血球的形变能力越高 身体的运动能力就会表现得很好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从椅象中 光打到红血球它反映出来的一个亮点 这个就是红血球的样子 血液如果我们这边如果速度越快 红血球从这边过去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显微星在那边一直照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样子的变化 纵作标是讲一个力量 血液的给它的一个力量 红血球就会产生一些变化 那你可以看在这个力量那么大的时候 它的形变 你看形成缩形 当我们力量一直缩到很小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个圆形 王周贤教授表示 从红血球形变的长度和高度 做一个相关参数的表现 来推算它的形变能力 你看这个图 事實上這是一個正常 這個紅色代表是一個病人 就是比較病態 黃色表示適中 綠色表示好 這個是一個它的力量 這個是它的形變 那如果今天力量很大 但是形變很少 就是落在這個紅色 表示說它血管太硬 如果它落在這個黃色 它代表是說它是屬於正常 如果在綠色表示說它形變一點點 那力量一點點形變就很多 如果做運動員來講 當然它越形變越好 血液的流暢性越好 到周邊組織的利用能力就 氧氣的利用能力就會越好 如果我們今天有一個人 經過運動訓練 讓它血管很容易舒張 但是紅血球很容易形變 甚至對於氧氣跟二氧汗的 運送過程中 交替的運送過程中 有一個很好的表現 在相對來講 這個人就會運動能力 就會比較好 不愧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十項運動器材 在六七年代 幾乎都是田徑部分去短跨爆發疫情的 就是阿民族天下 有八個跑道 有六個是阿民族 為什麼都是阿民族的 這些一兩百公司都是強項 以前有人也有統計過 為什麼阿民族比較會跑 比較會 對速度型的比較敏感 這就可能要依靠一些來證實 米天堡血型一開始是在英國發現的 它是由一個Mrs.Milton Burger 米天堡太太 她身上有很特殊的抗體 米天堡血型原來英文的名字叫做Milton Burger Milton M-I-L-T-N 是小米的意思 小米的田那個園 就是說一個一個一個小米的 整個種小米的一個園 田園叫做Milton 林玛利醫師表示 1960年這個米田堡血型被發現之後 在英國檢查六萬人的血型 才找到幾個人擁有這個血型 後來才知道米田堡是白種人稀有的血型 直到1980年 台灣才首次發現這個血型 然後我們就非常意外地發現說 這個阿美族怎麼會有到 從88到95的人帶這個血型 那這個北南族大概23% 那亞美大概34% 那我們就後來我們也做了這個閩南客家人 差不多是3%左右 可是很確定的是說 像布農 盧凱跟排灣 他反而就是沒有找不到 做很多人都沒有找到這個有這個血型 一般的輸血反應都不太看到融血 那米田堡血型的這個抗原抗體反應 會發生融血 那這個抗體呢 也可以通過媽媽的胎盤 然後到嬰兒 引起嬰兒的融血 叫做新生兒融血症 林瑪麗醫師表示 由於阿美族擁有米田堡血型的頻率最高 反映出當閩南客家人跟阿美族人 在相互輸血時 融血的機率很高 同樣在通婚下的新生兒 也容易出現融血現象 所以呢米田堡血型 可以是很厲害的抗體 只是我們以前都不知道 帶有這個血型的人 他們甚至對一些疾病 所會引起的那個症狀 都比較有那個舒緩 比較不會那麼嚴重 也許有些人得了瘧疾 很容易就很難過一直發燒 然後那個血球阿斯多斯很嚴重 那對於MI3來講 這個狀況應該會舒緩很多 MI3其實就是 這個Glycophoreum A跟B 它混合出來一種特殊的蛋白 它也跟BEN3相連結 那這個MI3它的表現呢 會直接影響到BEN3 它表現的量和它的那個效率 就我們發現到說 這個帶有MI3血型的這些人的血球裡面 他們的那個BEN3的量是一般人的 大概20幾%到50%都比一般人多 我們運動的時候阿 因為會產生一些需要氧 而且要把二氧化碳釋出 然後排到我們的體外 紅血球就扮演重要的角色 Glycophoreum A跟BEN3 基準上在這些分子或者一些離子的 一個調節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為BEN3它的功能其實是有三個層面 一個層面就是我剛才講的二氧化碳代謝 那另外一個功能就是我剛才講的 它跟那個細細胞容不容一破掉還有關係 那第三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它對於那個pH 也就是酸減的那個那個緩衝的能力 那BEN3是可以把二氧化碳從後選中把它排出的 而它也可以協助血紅素的氧氣把它釋放出給組織利用 所以它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角色 那我們這個狀況下是在一個比較低延的狀況下拍 所以血球就開始承受不住那個滲透壓 它就爆破 那這個是MI3的血球 這個是一個不是米田堡型的血球 那你可以看很直接看這個 這個一顆一顆黑黑這就是紅血球 那血球如果破掉之後呢 裡面那個那個紅紅的就跑出來了 那血球就變成就像這個我們叫它ghost 就鬼魂啊 就是它變透明 所以它就是破很多 所以MI3血球一樣在低延的狀況下 它破的沒有那麼多 許全新博士表示從血球表面上的結構 但有米田堡血球跟不是米田堡血球完全不同 在低延的狀態下 他們一般不是米田堡血球的人比較不容易破掉 同時在二氧化碳量高的狀態下 但有米田堡血球的人 同樣比不是米田堡血球的人還要優勢 可是它的優勢是在你給它操練 讓它去跑馬拉松還是什麼 當它體內需要產生大量的CO2 它代謝變成說CO2是很多的時候 那個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其實這個血球有那個能力 可以把很困難很多CO2的方法 給它整個這樣子排出去 所以這個圖在講的就是這邊有空洞的點 表示是在二氧化碳低的狀態下 那灰色的是指的是MI3的血球 那黑色的空格子指的是這個不是MI3的血球 在二氧化碳量低的時候的狀況 你看是看不出什麼變化的 但是當我們把那個給予的二氧化碳量 給它增 就是二氧化碳量增高的時候 它這個代謝的速度就整個上來了 因為我們給的刺激大了 上來的時候你就可以很清楚發現到說 這個帶有MI3的血球 它的傳導能力變得比非MI3的血球大很多 當然在一般的狀況下 它的酸鹼其實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這個灰色是MI3 這個黑色是那個不是MI3 酸鹼其實差不多在7.2左右 這是在血球裡面的酸鹼度 許存心博士表示 為了測量米田堡血球裡面的酸鹼值 利用化學換試劑的方式 強迫把血球的酸鹼度變酸 因為那變酸的時候你就看到說 在我們強迫變酸的狀況下 那個不是MI3的血球 它就酸到6.8的pH 但是MI3它的那個 它比較能抵抗我們的那個 給它的那個刺激 它還是在7左右 這個差別是很明顯的 運動會產生乳酸 乳酸是正電 然後它會跟我們的細胞上面的負電中和 細胞跟細胞的急性是一樣 所以它會有排斥效應 等到二氧化碳到一個程度 我的身體已經到那個 saturated 飽的狀態之後 我就不能再跑 我就很喘這樣子 因為我代謝來不及 但是帶有那個血型 它因為它的二氧化碳代謝快 它代謝快可想而知 它比較能忍受 比較困難的狀態 像是在高山或是在劇烈運動 那帶有MI3它的代謝能力 大概是我的就是50%再多 就是我的在優好50% 那它其實它就更有能力可以代謝 那個速度也比較快 為什麼都是MI3的 就是一兩百分之都是強項 如果妳 我認為可以 所謂的基因問題吧 像日本以前也有注意到 好像 阿美族人很會運動 所以其實很會運動也不是說 我們現在才注意到 我們只是說有這個科學的證據 從二氧化碳代謝 那直接去想說 代謝好的應該是很能忍耐 就是譬如跑馬拉松等等 那些都會很很好的 那我們去找一些證據 那發現到說 好像為什麼洋傳館是阿美族人 而不是布農族人 許存心博士表示 布農族人並沒有帶這個米田堡的血型 優秀運動員的基因 是否跟帶有米田堡的血型有關 未來還需要靠科學家進一步的研究來證實 不過帶有九成米田堡血型的阿美族人 除了二氧化碳代謝能力 比一般人快之外 米田堡的血球強度 和酸解度的緩衝能力 也比一般人強 因此推斷阿美族人的運動能力 才會比一般人表現優秀的主要原因 你如果是阿美族 你可以說你有這個基因 那這個基因會讓你應該覺得 不是很麻煩 應該是很驕傲的一個 讓你覺得很驕傲的一個基因 對 你覺得阿美族怎麼會有這個學習 遺傳 基因 遺傳 這在它的基因裡面 這是特有的基因 我覺得應該上帝給你很特別的禮物吧 我一直覺得比較簡單